大家好,这里是老杰森鱼 邦女郎一直是007电影中一个重要的元素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007电影中 邦女郎下场最惨的一部 007支金手指 世界各国突然出现黄金的大量流失 黄金的黑市交易十分兴盛 虽然各国都对金钉作有记号 可是经过融化重铸后就毫无迹象可循 政府部门怀疑巨富金手指参与了黑市黄金交易 因为它作为国际商人 可以合法拥有并使用大型铸造设备 金手指在日内瓦拥有一座大银行 各国都有大量黄金储备在那里 然而没有任何证据 可证明金手指参与黄金外流活动 为了查清其中奥秘 詹姆斯邦德受命调查金手指 在迈阿密度假的他 碰巧遇到了这个目标人物 这位不差钱的超级富豪 居然在玩纸牌游戏时作弊 心思细腻的邦德当场戳穿了他的骗术 可此举却导致他刚刚认识的女友吉尔 在房间里被人全身涂满金漆而死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邦德 急忙一路跟踪金手指来到日内瓦 他在这里发现了金手指外运黄金的秘密 原来金手指通过用黄金造车身的方法 将黄金铸成金块掩藏 而他还有一个号称大满贯的计划 听起来也十分的危险 邦德在这里还遇到了一个前来暗杀金手指的女孩 原来她是吉尔的妹妹 为了帮助他 邦德不惜被金手指的手下发现 寡不敌众的他只能被抓了起来 而吉尔的妹妹则被金手指的保镖杀死 面对邦德这位大名鼎鼎的特工 金手指并不急于将他杀死 他反而向邦德炫耀起了自己的大满贯计划 原来金手指的目的是针对供应联邦银行中的150亿黄金储备 他打算利用飞机在联邦银行附近散播毒气 让中文银行的数万军队和居民全部死亡 然后他自己再派人炸开银行 利用一名原子专家将小型核弹在金库中引爆 从而导致这里所有的黄金都受到浮射污染 这样的话 美国的黄金市场将严重被影响 他自己控制的黑市黄金交易将获得10倍以上的巨额利润 就此垄断黄金市场 在得知金手指的真正目的后 邦德想尽一切办法准备阻止金手指的阴谋 尽管邦德此时仍在监狱中行动受到束缚 但他还是通过自己的男性魅力 征服了金手指的重要技师普蒂 普蒂为了邦德将金手指的大网罐计划泄露给了政府 并偷偷调换了毒气弹 而政府也将进就计彻底粉碎了金手指的阴谋 在计划败落之后 金手指只好潜入普蒂的飞机逃走 而邦德则早就算到了这一步 他在飞机上与金手指展开一场角逐 并最终成功将他杀死 又一次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